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尚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继续学习《入菩萨行论》 《入菩萨行论》当中 现在主要宣讲的内容第一品 也就是说 菩提心的利益 菩提心的利益主要宣讲了 我们怎么样趋入这部论典 那么趋入的时候有 趋入者菩提加罗和趋入者意乐 还有趋入的方法 分三个方面来进行讲的 那么第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趋入者菩提加罗 昨天我们依靠生意和心意 依靠两种趋入的方法已经讲完了 那么今天开始讲趋入者的意乐 从发心方面讲的 怎么样发心 那么这个分两个方面 发心的功德和受持的方法 这一品当中主要讲 发心的功德和发心的功德 然后下一品里面 讲受持的方法 这么大的功德 菩提心到底我们在自相续当中 怎么样受持 讲这个问题 首先发心的功德 三个方面来讲 真实的功德和具足这样的 功德的合理性 还有赞叹具有发心功德的 菩提加罗分三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也是分两个方面 共同功德和特殊的功德 首先共同的功德 也分五个方面来进行宣说 五个方面来进行宣说 其中第一个断除罪意 就菩提心断除罪意 最好的一种忏悔方法 那么怎么样 菩提心忏悔方法呢 下面就是颂词当中 是这样讲的 这个颂词当中都讲了 我们凡夫人造善业 是非常微弱的 造恶业极为强大的 那么这样的恶业 依靠菩提心以外 在这个世界上 或者在我们所修学的范围当中 以什么方法 以什么样的善根才能取出呢 根本没有办法 意思就是说 我们昨天前面也讲了 凡夫人现在造的善业 时间也是相当短暂的 昨天我们前面讲的一样 就像黑暗的夜晚里面 突然一刹那的善点一样 我们凡夫人 大多数都是不信仰佛教 即使说你信仰佛教 把佛教当作是什么 例外的 也并不是 主要的工库来转 主要的你的时间 你要搞你的高声音啊 你搞你工作 家庭等等 这些认为是我人生当中的最重点 最主要的目标来转 而并没有把学佛 看作是最重要的事情来转 这一点是 世间大多数的在家人 恐怕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知道 一个城市里面有多少个人口 现在也是人口 越来越增长的时代 然后一个城市里面 有几千万人当中 真正能学佛的有多少人 学佛的人当中也是 如理如实修行的有多少人 如理如实修行的人也是 他每天的二十四小时 真正运用到修行方面的 心不散乱的 心清净的 行为也是相当如法的 这样能做到的人 大概有多少 这个我们可以观察 这样一来我们凡夫人 确实是造善业的时候 相当的微弱 比如说我们修什么 仅仅是听《入菩萨行论》 那么听的人不一定很多 即使说你听的话 你每天所讲的内容 虽然我讲者很低劣 但是我想所讲的有些内容 应该说是 以前的印度高僧大德和藏地高僧大德 以及传承上师们的教言 基本是没有离开的 那么这样的教言 真正能听受的人也多少 按道理来说 我们讲什么样的法 下面都必须要做一些记录 我们听什么法呢 凡夫人的这种记忆是有限的 然后光是你放在 录音带上面 或者一些其他的仪器上面 自己的相续 不一定有很大的利益 所以每天所讲的内容 你积在你的脑袋里面 如果你实在记不住 每天所讲的内容当中 你拿出一个笔记本 然后每天的道理应该记下来 才算是比较如法的行为来听的 可是我最近了解 大多数的人并不是这样听的 听的话随随便便 把今天的课完成了就可以了 听一遍就可以了 到底里面讲了什么呢 几乎很多人都不知道 非常稀奇 真正的闻思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在座的人也是 我们讲完了以后 下面发师辅导 下面发师辅导以后 再下面有辅导员 辅导员辅导完了以后 第二天进行考试 有这么多的方便方法来 才能在自相续当中 真正把菩提心的道理生得起来 一般有一种 心而不在焉的这种方式 能不能把这些大乘佛法的教理 融入自己的心 恐怕是很困难的 当然我也理解 现在世间上的很多人 确实是特别忙 有时候可能有心力不足 这种情况都是有的 但是这个也是一个原因 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自己对文法的基本方法 基本的重视 还不够 一定要你把这个当作 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来抓 这样一来 在你的相续当中 在你的心目当中 可能有所收获的 否则光得一个传承 有没有多大的意义呢 也很难受 所以我们这里说是 我们凡夫人一般 行持善法的过程当中 行持善法的时间也是很短的 然后他的力量也很薄弱的 而且在造这样善法的过程当中 经常出现各种各样的违缘 比如说我们听课的时候 经常打瞌睡 打网念 出现一些分别网念 身体不好 心情不好 或者是家里的人阻扰你 或者说有其他的 一些烦恼现前等等 在短短的时间当中 也是出现许许多多的一些违缘 来终断你的善心 这种现象相当多 而罪恶的力量是相当大的 时间也是很长的 有些诸事里面比喻 罪恶的力量就像无垠密布的黑暗一样 无为密布的黑暗 那它的力量是相当强的 时间也是很漫长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凡夫人现在 在这个时间当中造恶业 恐怕这个时间怎么样混过去 也是很多人都无所谓了 比如说我们听一节课 大家认为是 哎 这个时间是不是要一个小时 好累啊 这样想 然后如果你听什么 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 什么流行歌曲 或者是听一些 这样你就觉得一下子就过了 这个时间 然后你如果跟佛法上交谈 一个小时如果你们研讨 觉得今天好像用了一个小时 但是你平时在 没有意义的一些无极之三 在这种当中花时间有多少小时 这个也知道 现在世间上大多数的人 有些到物厅里面 开始通宵打打 也有这样的 有些人到了一些茶馆 或者一些散乱的场合当中 打麻将 赌博等等 做各种非法的一些事情 有些人每天都是看电视 看电影等等 所以尤其是我想 希望大家真正自己要学佛法 像外面的一些看电视 上网以后看其他不如法的行为 不管你是出家人 你是在家人 对你的心的相续当中 不会有任何利益 本来我们的心已经散乱得 不得了了 然后再加上一些烟花缭乱的 外面的世界接应过来 这样本来外境的诱惑力 是如是的强大 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心的力量 是如此的薄弱 这样一来你的修行 完全都是彻底瓦解了 彻底就已经没有根本了 所以说我想大家 看你自己当不当一个佛教徒 这是你自己的自由 一般来从世间的法规里面说 也是你信仰是你的自由 不信仰是你的自由 这个我们没有什么说 如果你真的要想信仰 而且你对佛法认认真真地想修学的话 最好外面一些 没有任何意义的 什么 没有任何意义的这些呢 我想应该排除 应该断除 作为我们世间欲解的众生来讲 你自己的吃饭 传语 或者基本的一些生存 生活因素不得不解决 这一点我们也不排斥 所以我想 我们在这里说了 善心是极其的微弱 而罪业极其强大 然后将来各种轮回的痛苦 地狱的痛苦很难以阻挡的 那么这样的罪业 我们从无始以来到现在 经常造罪业 如是的有利 如是的强大 如是的漫长 而造善业 如是的微博 那现在这么漫长的世间当中 所积累的罪业 可以说是离天大罪 这么大的庞大 那么我们现在是 依靠自己的力量能不能摧毁它 能不能压抚它呢 相当困难的 依靠什么样的善心呢 那他这里已经讲了 除了慈心和悲心 空心智慧圆满的 如来正等觉的大慈大悲以外 这个菩提心以外 其他的任何一个善法 不能胜过它的 意思就是说 我们无始以来到现在 造的也是特别可怕 在这么可怕的这种业 除了圆满的菩提心以外 其他的任何善法不能超过它 我们有些人可能想 其他的善法也可以 我修无上大圆满 我修大受盈 或者我禅禅 我念佛 这些都是非常了不起的 一些殊胜的法门 那为什么不能胜过这些罪业呢 当然一方面有些佛经当中 也说是能胜过 但是真正你 不管是你做禅禅 或者念任何咒语 你如果没有菩提心的前提下 你做这些善事 有没有功德 有时有功德 但是能不能超上一切罪 这一点我们前一段时间 华智仁波切的教言 当中也已经学了 没有菩提心的话 即使说我们无上密法的大圆满 也实际上成了小乘 或者是小乘以外的一些 说不清楚的这种佛法了 这样一来 我看我们无上密法 大圆满等这些境界 也不是真正的大乘佛法 那其他的法能不能胜过它 所以以前上师如意宝也说过 我们大家也应该 有这样的一个心愿 一心一意 要修持菩提心 应该想我众生当中 唯一的修持菩提心 是我的最主要的一件事情 当然我们修其他的密法也好 念诸意也好 这些都是可以的 但是最根本的 最基础的 我们的菩提心没有的话 我们无始以来所造的这些罪业 现在很难以遣除的 有些人想 我金刚萨埵念诵 也应该可以 我安住于空心当中也可以 但是你前面的前提 你以什么样的法心来 念金刚萨埵心诸 你什么样的法心来 修你的空心 如果你前面所谓的 菩提心不具足的话 那你这个观空心 变成了世间的因 什么样的 然后你念金刚萨埵心诸 也是能不能 遣除无始以来的众生 和自己所造的业 也相当困难的 所以说 我们这里颂词当中 大家一定要 认认真真地去了解 我们在过去也好 或者未来也好 现在也好 所造的罪业 每一个人可能 即生当中所造的罪业 也是相当多的 未来也会造的 那么未来如果要造的话 我们要断除这种相续 断除它的相续 那你一定要修菩提心 如果没有菩提心 其他的善根 不能摧毁这种恶业的相续 这个道理 所以人身与意乐 极难得又短暂 这个我们昨天前面也讲了 我们现在凡佛人所修持 人身也很难得的 而且这个意乐 就像昨天前面所讲的一样 就像夜晚的善点一样 相当困难的 因此善法的对者 也就显得非常的可怜 非常的薄弱 换句话说 这种善法的对者 善心时时刻刻都是力量 微薄若小而存在的 就是我们凡佛人 不管怎么样 的确是吧 我们现在每天修行的时间都很短的 然后在短暂的修行当中 效果怎么样 可能每个人都可以看得出来 有时候打磕水 我听说有些人 可能早上也起不来了 现在起不来 我想我们真正的菩提心 还怎么样修 现在六点钟 并不是很早了 在这个时候 那这样我们凡佛人真是 别说是一天二十四小时 或者很长的时间里面修持 那短暂的半个小时 也是有些人还用不上 如果用了也有些时候 大妄想或者中间断了 这种现象也是有的 所以我们凡佛人 是多么可怜 应该可以这样想 而想反过来 如果我们造恶业 一切不善业的因缘聚合起来 非常容易的 比如说我对别人生嗔恨心 那么生嗔恨心的对境也好 我的意乐也好 当时的心态也好 全部都已经圆满居足 而且具足的时间 也是很快的 一下子所有的分支 全部都圆满具足 可是我们行持一个善法 所有的功德 所有的分支能不能具足呢 这也是相当困难的 最后就是 十指罪恶的力量 构为强大 十不可当 难以想象 而且戒量不断而产生的 一天当中 我们相续当中 产生了一些分别念 分别念多得不得了 产生的这种真正的善良 菩提心或者信心 大悲心 这些是如是的短暂 包括我们晚上做梦的时候 也是一个月当中 可能梦自己的根本上师 梦上师面前听佛法 这样是可能一个月当中一次 一年当中一次 然后你平时的一些乱七八糟的 这种混乱的梦 在每天晚上 都是有多的不可计数 恐怕很多人是这样的 偶尔在一百天当中 只有一次梦了一些善法 行持善法的时候 自己也高兴得不得了 平时我们每天都是在贪嗔当中 已经昏迷不醒的时候 自己已经好像习惯了 觉得这是正常显现 我昨天梦的也是坏梦 前天也是坏梦 大家都是觉得这是 所以我们很多凡夫人的 不管是白天的操作也好 晚上的梦境也好 全部都是一种迷乱当中 就迷乱当中 由此可见现在我们必须要具备 能存毁罪业的善法 而这样的弥天大罪 除了圆满 自卑 自行的菩提心以外 有什么其他的善法 能遣除得了呢 根本是无法遣除的 只有唯一的一个就是菩提心 所以以前上师如意宝讲的时候 也说了 我们一讲了菩提心的功德的时候 大家应该明白 不管是你磕头也好 念咒也好 或者做顶礼等等 其他的任何善事的确是比不上 心里的这种发菩提心 如果你没有这个菩提心 你这个数目 念了多少亿 多少亿 多少万亿 实际上功德并不是很大的 让你修加行 忏忏 做怎么样的功德 实际上也是不是很大的 也许这些功德全部都成了 世间的任天福报之音 有这个差别 因此在这个世界上 菩提心应该是 功德最大 而且他忏悔罪业当中 力量是最强大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发起菩提心 《华严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他说 毛眼见戒 能真实注射 那么野猫的眼睛 大家都看了以后特别 尤其是老鼠看了以后 特别的害怕 马上就真实 或者降服一切老鼠 令其无法看人 他们无法看人 忍不了了 看了以后特别害怕 马上跑 或者马上就不能动 有这种状况 同样的道理 辩知之心报 明目也能知乎一切业或知书 令其无法看人 那么同样的道理 我们这里说 辩知之心是发无上菩提心的 菩提心的这种冒烟 菩提心的这种冒烟 一出现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相续当中 所有的贪嗔痴的烦恼 以前的各种不好的业 全部相续在阿拉业当中 但是这些 全部一并遣除的 就像冒烟面前 老鼠不敢呆一样 所有的罪业 在这样的菩提心面前 不会存在的 不会停留的 因此我们相续当中 真的 生起菩提心的功德 是相当大的 不管你忏悔也好 做什么样的 善法一定要有一个菩提心 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我们无始以来的 全部是依靠自私自立 而生起来的这种罪业 那么这些罪业 它的违禁是什么呢 就是要利他的心 无始以来我们利他的心 凡夫人几乎都是没有的 那么现在有了善知识 有了这样的大乘佛法以后 我们相续当中很不容易 生起一个利益他众的心 如果你利益他众的心 那么以后你的相续当中 不会造的恶业很大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造的恶业 全部是围绕自己 把自己作为众心而造的 以前我们所造的业当中 你们自己也想一想 你所造的哪一个业 为了众生而造的业 有多少 几乎都是没有的 全部都是为自己的亲朋好友 为自己而造的 所以我们相续当中 如果生起了真正的菩提心 那就以后这种恶业的相续 就会斩断的 以前《经观庄严论》当中 《经庄严论》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智者如果生起菩提心 那么就是智者了 或者是当住了无量罪业的恶心 意思大概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相续当中 真正能生起菩提心 有智慧的人才可以生得起来 没有智慧的人 他不一定听得进去 不一定生得起来 如果生起来 无量的罪业 不会有的 还有一些《本生传》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比如说我们对自己 和对亲人的关爱那样 如果对其他的众生 生起这样的关爱的菩提心 那么所有非法的行为遮止 何况说是造不善业 非法的这种行为都是遮止 那不善业的业 根本不可能有 这也是《本生传》当中这样讲的 所以我们平时就看看 在自相续当中 真正能不能生起菩提心 如果生起菩提心 那么你的相续当中的 身后意所造的一切罪业 也逐渐逐渐会消失的 然后你违反了 别解脱戒 菩萨戒 密乘戒的这些罪业 也逐渐逐渐 全部会消失的 大的这些罪业 也就是压伏 然后消失的这些罪业 全部根除 有这种功德和力量 还有这个功德和力量 这是我们讲第一个功德 第二个功德就是 坚持决心罪饶益 无量众生 亿于此顺利 获得罪胜乐 他这里已经讲了 我们大慈大悲的佛陀 在《多生累经》当中深深地思维 深深地观察 觉知 最后见到了 最后发现了什么呢 就是我们决心 这里值得菩提心 最后发现了这个菩提心 对众生是最有益的 最饶益的 对他们帮助最大的就是菩提心 依靠这个菩提心 无量无边的众生都非常顺利的 轻而易举地 获得了无上圆满正等觉的果位 所以颂词的大概内容 应该这样的 那么我们继续分析 大家也都知道 佛陀实际上 对众生是最慈悲的 佛陀不管是在 因地的时候也好 果位的时候也好 他唯一的心里面 有一种想法是什么呢 就是利了众生 利益众生 这是我们去年学习佛传当中 完全都可以看得出来 不管是佛陀在哪一个公案当中 布施他的身体也好 或者做什么样的事情 他唯一的想法是什么呢 就是让一切众生获得利益 这就是他究竟的目标 究竟的愿望 那么这样 佛陀实际上是在多生累劫当中 他这里多生累劫 有很多论典里面说是 三个阿生七劫 这也是三个大劫当中 就是无数的大劫当中 我们这里大劫应该是 按照俱舍论里面所讲的 十八十个中劫算为一个大的劫 以这样来算的 那么这样无数的大劫当中 一直想到众生 想到众生是什么呢 他想 我对一切众生要帮助的话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一直这样想的 一直这样想了以后 最后发现的什么呢 就是菩提心 唯一的菩提心才对众生 有相当大的利益和帮助 除了菩提心以外 其他的任何行持善法 并不是 也可以说根本比不上他的利益 所以从世间的角度来讲 三个阿生七劫当中 佛再三的思维 那么思维这是什么样呢 就是圆满正等觉佛陀 也就是说 造成一切万法的真相的佛陀 所真实语的佛陀 并不是说我们平时 这个老师很不错的 很可靠的 很可信的 他宣说的 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世间人再怎么样好 再怎么样了不起 也是他可能会说 网语的机会是有的 但佛陀就像十年论当中 所讲的一样 完全是量师佛 这样的量师佛 在多生累劫当中 并不是一天两天 或者一辈子两辈子 不是这样的转远 我们现在世间的 有些科学家 他用了大概几十年的时间 然后教劲老子地研究一个学术 最后他发明出来 他用了多少多少年才发明出来 什么产品 或者一个学术 有这种说法 实际上佛陀并不是说 一百年 两百年 一千年 两千年 不是这样的 在多生累劫当中 他一直考虑 对我们所有的众生 真正能帮助的 有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帮助呢 最后他知道 唯一的菩提心的妙药 因为我们众生在轮回当中 受持的这种病特别可怜 那么唯一能治好 这个病的妙药是什么呢 就是菩提心 唯一的菩提心才能对我们的众生 彻底从轮回的苦苦 辛苦 变苦等各种痛苦当中 完全解脱出来了 最后获得了永远快乐的果位 以前的高僧大德们 也是这样想的 一直想 佛陀也要 你要对佛陀报恩的话 应该知道 佛陀对我们是怎么样灌带的 那么佛陀为我们 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 就是依靠菩提心 来利益众生 以前上师仁波切 有一次 在梦境还是什么 召见曼彭仁波切的时候 他老人家也是说了 我唯一给你报恩的方法 我以后发愿利益众生 所以我们前面 《中观众论论》里面 所讲的一样 诸佛菩萨 除了利益众生以外 没有什么其他的工作了 就是我们说 世间的话来表示 那么诸佛菩萨唯一的目标 就是利益众生 那么利益众生 他以什么样的方便方法 以什么样的东西 才能真正能利益众生呢 就是菩提心 所以他这里讲 佛在多生累劫当中 深深的思维 再三的观察 以通过他的智慧 这样观察 最后发现这个菩提心 才对众生 无量的众生有极大的利益 那么无量的众生 依靠这样的菩提心 是顺利的 从自古以来 包括我们释迦牟尼佛的 这个教法当中 两千五百多年以来 有多少个大乘成就者 不管是学显宗 学密宗的 汉传佛教 藏传佛教 南传佛教等等 这样当中 依靠学菩提心而获得 无上圆满正等觉的果位 有多少个人 大家应该可以说 根本说不清楚了 有这么多的大乘 全部是依靠菩提心 没有菩提心这样的成就者 有没有呢 绝对是不会有的 比如说 有些人可能想 那往生有没有菩提心 不可能的 你真正往生的话 他的相续当中 没有菩提心 都是没有的 那天《净土教言》当中也讲了 当你有福报的人 当你往生的前刹那 所有的菩提资粮 全部圆满 一定是有的 所以依靠菩提心而圆满 这种大成就者 或者获得诸佛菩萨的果位的人 就是无量无边的 依靠这个 而且这些获得的时候 也是非常顺利的 就并不像外道所说的那样 外道有各种苦行 比如说把头发 或者一些跳入火坑当中 还有在恒河里面沐浴 然后在烏火当中烧燃等等 各种各样的 一些难忍的苦行 可是我们佛教当中 并没有这样的苦行 很顺利地获得了圆满的佛果 有些人可能会这样想 那佛经当中 我们佛教当中 也是有很多痛苦苦行 比如说包括释迦牟尼佛 路连苦行 然后我们世间的高僧大德 在求学的过程当中 也有许多苦行的经历 那这些难道不是苦行吗 这个问题跟前面的问题 有很大的差别 因为外道这样的苦行 实际上他的身心当中 的确是有 相当难忍的痛苦 而我们佛教当中 虽然已经强调了 到了一地菩萨以上 将自己的土木 妻子 财物 儿女等等 全部布施 这种现象都是有的 但是这个时候 因为你利他的心是特别重 最后自己的境界 已经到了至高无上 那个时候 你自己身上的肉搁下来 给别人 相当于是 你就给一把草一样 没有任何痛苦的感受 所以平时我们现在 学法的苦行也是这样 有些人认为 出家人很苦 在哪里哪里苦行 可是这些人 对佛法虔诚的信心 对利益众生的信 特别强的话 那你在苦行的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这些在家人 在宾馆里面 或者在豪华的 养房里面的生活那样的痛苦 有没有呢 我觉得是没有的 自古以来的高僧大德在山上 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他没有吃的 没有穿的 看起来好像很痛苦一样 实际上他心里的快乐 跟世间上过得 特别奢侈的生活的人 两个比较起来 谁都痛苦大 这个我想我们很多修行人 也可以比较起来 这样一来 他这里都已经说了 我们佛陀在多生累劫当中 通过他的智慧来 发现了我们这个菩提心 真的是唯一的妙药 实际上现在的有些 医学家 营养学家 他们都认为我今天发现了 什么什么的产品 这个对身体有力 对心有力 实际上有很大的副作用 也许是他真正有力的话 你一辈子当中有没有啊 确实很难保的 这个而且马上就过期了 过了八个月以后 就马上过期了 一年以后马上过期了 大多数的产品都是这样的 但菩提心有没有过期的呢 没有过期的 而且我们这些营养品 或者有些药 对有些人 上师起到很大的作用 他吃了以后 现在很多健康品也是这样的 有些人吃了以后 还是很好的 他也是帮他们宣传 我吃了起什么什么的作用 包括在电视里面广告 如何如何 很好这样的 但有些人正因为是这样的 吃了以后反而 本来是减肥的 结果一更胖起来了 各种情况都是会出现的 可是这个菩提心 只要是你的因缘成熟的时候 对每一个众生 大乘众星的人来讲 真正是有利益的 所以我们这个菩提心 真的要自己想到 它是佛法当中的精华 这是智慧的接近 必须要了知这一点 下面就是说第三个 《满足愿望》 颂词当中这样说的 诸位佛陀在三大阿僧集结当中 甚深思维 在在观察 利乐众生的方便法 结果发现这个菩提心 对众生是最有利的 因为依靠这一颗菩提心 无量的众生能轻而依据 而得无上菩提的殊胜果位 或者殊胜安乐 就这样说 下面是第三个问题 他这里 词面上解释的话 我们要想到 三界轮回当中的 各种百般的痛苦 灭除这些痛苦 又同时遣除众生的 一些不快乐的事 自己也享用百般的快乐 那你千万千万不要舍弃菩提心 大概字面上 可以这样解释 但意思就是 我们这样讲 以前比如说 加仇界的讲义 还有普通大师的讲义 以及更上求著的讲义等 很多祖师里面这句话 对应三十道 小十道 中十道 大十道 以三十道来进行对应 比如说第一句就是说 中十道 声闻缘觉他愿意灭除自己在 三界轮回里面的各种痛苦 而获得了圆满断除人无我 极灭的阿罗汉 或者圆绝的果位 就是这样的人 然后第二句就是讲大师道 也就是说 所有的这些菩萨中心根基者 他愿意遣除 三界轮回众生的一切痛苦 然后他们相续当中的 一些痛苦全部遣除 就自己为了获得这样而修学 这个是大师道的人 然后小师道 自己愿意享受百种快乐 就来世也好 今世也好 任天的各种快乐 他这里只有自私自利的一种 享受福报的 不管你是小师道 还是中师道 大师道 实际上每个人 都有一种希求 就是大师道 他是为了众生而获得解脱 然后中师道 他自己的这种净灭 小师道 当然是自己想快乐 不管你是哪一种人 菩提心不能舍的 菩提心舍的话 那你可能很多 你的愿望是不能实现的 就不能实现的 所以他这里也这样宣说的 因此我们平时 不管是接触什么样的人也好 或者接受什么样的教育 都应该从自己的身体 或者自己的行为做起 应该要表现出自己的 大乘修学的善良 或者行为 这个很重要的 刚才讲了 这是三种世道的人 都不能离开菩提心 那么菩提心 千万都不能忘 佛陀在佛经当中 也这样讲了 佛陀说 诸比丘 终于弥烂 也不能舍弃菩提心 我们上师如意宝 以前也是这样讲了 大家应该发愿 生生世世世 不能舍弃三宝 诽谤三宝 坚定不愈的修习 不能遇到一些违缘困难 马上动摇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 我们遇到了生命危险 也不能舍弃菩提心 上师如意宝 以前也一再强调这三个教言 所以我们在这里 应该了知 在这个世界上 不管是你求自己的安乐 求别人的安乐 或者求究竟的解脱 这个菩提心不能舍弃 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我们知道 如果没有菩提心 不说佛果 不说阿罗汉的果位 现在我们世间当中 也是真正的获得快乐 这个是相当困难的 为什么呢 如果你的自立的心特别强 那你即生当中也是 给任何人都可能喝不容 然后就造成各种各样的恶意 就这种情况 这样一来我们世间的为人处世 也需要菩提心 利他的心 有了利他的心 我们什么事情都是好吧 所以我有时候这样想 我们作为佛教徒 应该是从自己的身体做起 应该有一个 比较明显的修正外向 什么样的修正外向呢 我有时候想 我们应该自己 当作一盏灯 灯它起两种作用 一个是什么呢 它不断地产生 它后面的相续 它一刹那的灯 二刹那的灯 它不断地产生它的光 然后第二个 它能遣除 它所设计范围的黑暗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发了菩提心以后 应该帮助身边的人 不管是你家庭也好 单位也好 甚至你的国家 全世界的人们 不管怎么样 你的力量有多大 你应该把菩提心的光 散发出来 你的菩提心的光和热 一定要对众生起作用 有些道友是这样的 我现在好好地 不接触任何人 我自己好好修持 到了一地菩萨以后 我才开始发动了 我开始做事情 我开始上班了 但我想这样的方法 可能不对 虽然我们现在是凡夫人 但我们作为凡夫人 也可以舍自己 周围有很多的人 很多的人面前 我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一方面 从自身的角度来讲 应该比如说 你是一个大乘佛教徒 应该注意 你对家庭的关系怎么样 你对单位的关系怎么样 你对寺院也好 佛教团体也好 对他们的关系 一定要和睦相助 否则你认为你是佛教徒 得谁的不利 得谁的格格不如 如果这样 你的相续当中有菩提心 也是非常非常难说 首先你自己在这些人面前 起一种好的影响 应该起到好的作用 如果这样 你有说服力 你有能力 因此我们现在有些佛教徒 非常希望 首先是对自己家庭的和睦 然后对社会的和谐 然后对整个世界 起一种和平的作用 这一点一定要努力 如果你没有努力 我们每一个佛教徒 就自私自利地 向自己的成就 向自己的修行 这样做 甚至对自己的家人的关系 也是经常搞不弄 对单位也好 对清风好业 什么事情都搞得特别麻烦 那我们的佛法怎么样弘扬 相当困难的 因此佛教徒一定要 当然我们作为出家人 没有真实的家庭 但实际上出家人的家 应该算是寺院 寺院里面 你有很多的同行道友 这些同行道友 你平时的接触也好 或者对他们的关系各方面 应该首先要起一个真正的 具有道德高尚的人的作用 这样一来 我想你的菩提心的光 可以发得出来 否则我们对学德 就没有这样下功夫 恐怕我们佛教弘扬起来 也是相当困难的 有时候佛教 并不是口头上说的 每一个人的行为 对别人应该受到一种关爱 受到一种慈悲 这一点很重要的 比如说 社会上一般的一个居士 你发了菩提心 你发了菩提心的话 你对家里的这些人 不能整天都是吵架 打架 或者甚至经常争执不息 有些佛教徒的家庭 也是特别可怜 连世间一般的家庭都不入 这这样也是不合理的 真的不合理的 这也是一种因缘 我们从大乘佛教的观点来讲 你不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想 对一般国外的一些 以前上师如意宝去美国的时候 美国经常发现这样 他们有基督教的一些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他们在一个月当中 比如说他一家人 专门请一些他们的一些牧师 他们的一些导师 请到家里 然后对家里大大小小的人 做一番以宗教的教规 来进行教育 这样以后他们的家庭 过得特别地和睦 非常和安 这样一来 其实宗教在家庭当中体现了 它的一种悲心 一种智慧的光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 好像现在中国也好 很多地方 我们所谓的佛教 真正涉及到社会的 具体的有些操作方面 恐怕很多弘扬佛法的人 也没有讲 并不是 佛教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实际上佛教可以结合哪一个地方 哪一个民族 哪一个角落的文化 可以结合它 而且如果结合到那里 非常相应地搞好去 佛教就像一个非常好的 万能的药一样 就像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药 它排在牛奶当中也可以 排在水里面也可以 排在其他的甘露当中 都可以引用的 所以我们佛教虽然是 印度释迦牟尼佛向宣讲出来 但是你来到藏地的时候 根据藏地的风俗习惯 根据藏地的文化特色 你可以相应它 然后在他们民族的 心目当中可以开花结果 如果它传播到汉地的话 汉地的习惯和 他们的人情风俗等等 以随着社会摄影 而可以获得利益的 可以度化众生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 弘扬佛法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菩提心确实在 这个社会当中是不能离开的 但一所菩提心 大多数的人也可能 不知道什么叫做菩提心 实际上所谓的菩提心 就是一种关爱 就是一种爱心 那么这样的爱心 如果在处处都可以出现 不管是在家庭当中也好 我刚才讲的部门当中 寺院当中 任何团体当中 来自我们的整个世界 如果我们再说大一点 那所有无量的世界当中 出现爱的光 这样众生都得到温暖 所以有时候我们弘扬佛法的人 应该在不同的世界当中 不同的众生面前 应该要拿出他的特色 如果你没有这样 我们学佛的人 我们自己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然后跟社会任何人接触 你没有用上是不行的 如果我真的相续当中 有了菩提心 我哪怕是去商店的时候 买东西也好 或者我在上公共车也好 做什么样的行为当中 我旁边有很多的人和非人 包括外面的草地上 有很多可怜的众生 所以我们的菩提心 应该在很多场合当中 可以运用起来 看我们运不运用呢 就个人的修行 所谓的修行 并不是你一直眼睛闭着 坐很长时间 才说修行很好 不是这样的 佛法的道理真的运用在 实际行动当中 付诸于世间 那么这个就是叫做修行人 真正的 名副其实的修行人 我想是佛法所讲的这些道理 在自己的一言一行当中 一直自己的所作所为当中 以这个精神来摄持 这就是佛法的伟大 那么我们刚才也讲了 这个不管是 世间上有这么多想自己获得快乐的 自己获得一些 有些人想获得发财 有些人想获得成就 有些人获得升官等等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只有利他的心才能圆满 这一点世间上 也是可以看得出来了 想要摧毁自己 在善有当中的千万痛苦 要想遣除其他 一切有情的所有不幸 要想使他 普生普享千百快乐的人 恒时也不要离开菩提心 就是不能离开心 因为依靠他必顿能实现这些目标 这是我们讲的 第三个问题 那么第四个问题 学习菩提心 或者是我们相续当中 生起菩提心以后 我们的名字 我们实际的意义 全部都已经提升了 全部都已经变成了 非常好的一种景象 他这里从字面上解释的话 那么我们生死轮回的监狱里面 一直守护在生死轮回里面的监狱 非常可怜的 痛苦的有情 这些有情如果在他们的相续当中 生起了菩提心 那么当下在这个时候 他的名字都已经改完了 原来是凡夫人 现在都变成了佛子菩萨 然后从他的意义上 并不是光是有一个名字就改了 现在我们世间上 有什么名语护障 光有一个名声 不起什么作用的 并不是变成一个名语护障 名语主席 不是这样的 实际上名副其事 也就是说实际上他真正成了 世间的人 天人 梵天 地势 以及龙王等等 无量众生的应供处 比无量的众生在他面前 供养 顶礼 恭敬 成事的话 实际上他能受得了 所以我们这个菩提心 当然很多人认为 到底菩提心是什么样 可能会这样讲 但这里所讲的 就是世俗的菩提心 这个菩提心就是我 我们前面也是 一而再再而三地讲过很多次了 但是我们这个问题很重要 大家 所有的凡夫人 只要对大乘有信心的人 实际上这个世俗菩提心 是可以生得起来的 这个世俗菩提心 不像圣义菩提心 圣义菩提心就是圣者 在相续当中所生起来的 第一地菩萨以后 才可以有的 这是我们《入中论》 里面所讲的那样 圣义菩提心的佛子 第一地菩萨一生可以得名的 而这里讲的是世俗菩提心 有些论师认为这里有 讲的是行为上面的菩提心 那么这个菩提心 我们在座的人也是可以生得起来 我们的相续当中 生得起来这种菩提心 我们凡夫人也可以叫做菩萨 那么有些人想 其实凡夫人又是菩萨 会不会相为呢 不相为的 因为我们现在所谓的凡夫 在自相续当中 业和烦恼都已经居住 那么这里的菩萨 因为你他的心已经有了 所以从行为上 可以叫做菩萨 那这样的菩萨可不可以 别人的供养 别人的顶礼 别人对你的恭敬 诚实 全部可不可以接受呢 完全都可以接受 接受的话 实际上不会有罪过的 如果我们凡夫人 受别人的供养 或者受别人的恭敬 顶礼 那我就受不了了 我就有了四种罪 或者别解脱戒里面的一些罪业 都经常会出现的 可是真正相续当中 生起了菩提心 那不会有这样的 那么这里的生死 生死为什么比喻成监狱呢 大家也知道 在监狱里面的凡人 不管怎么样 你只有在小小的屋子里面 只有转来转去 除此以外 那不要说是平凡的人 萨达姆关在监狱里面 也是两边都有三米 在这么一个监狱当中 除了这个以外 根本是没有的 那么我们轮回 相当于是一种监狱一样 你上去到游顶 然后下去无间地狱 一直好像 密封关在瓶子里面一样的 除了这个以外 根本就不能超越的 所以在这里比喻成监狱 我们这个生死轮回的 关在监狱里面 束缚在监狱里面 以业和烦恼的镣铐 已经困得紧紧的 这样可怜的众生 既然说你是这样真正的凡夫受者 但是你的相续当中 倘若生起了菩提心 他这里恰那不是这个意思 他这里生起菩提心的当下 生起菩提心之后 就是这个意思 你的相续当中 什么时候我从现在开始 为了度化一切众生 要舍弃我自己 我一定要利益众生 想起这样的一种心 就是这个意思 并不是说 从此以后 你自私自利的心 一刹那也不能生起 不是这个意思 凡夫人肯定会生起的 我已经发了愿 但是我发了愿以后 以后会不会 我有自私自利的心呢 肯定会有的 我以后会不会 做自己的事情呢 肯定会做的 但是你的目标 已经搞清楚了 我们原来也不是讲过吧 你心里面想 我要去拉萨 但是你拉萨的中间 如果你吃饭 住处 这些都是会做的 这个时候 你有自私自利的心 但是你的目标 就是 我要去拉萨 同样的道理 我现在这里所作所为 都是要利益众生 如果我们发这样的一个愿 从此以后 我的所作所为 全部都变了 不是真正的凡夫手指了 凡夫手指当中 也有很多差别的 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他这里 当你生起菩提心的立刻 你的名称 完全都变成菩萨了 我们平时有些道友说 你是老菩萨 这个时候真的可以说 老菩萨也可以说 年轻的菩萨也可以说 或者中年的菩萨也可以说 都这么 都可以称呼 实际上还有世间 我刚才所讲的那样 天人 龙 饿鬼 非人等等 全部在你面前 可以供养的 那么这个 并不是深意菩提心 以前印度论师 布布达等等 他们有些论师认为 这是深意菩提心 但后来有许多论师 折破他的观点 这里并不是说 深意菩提心 如果是深意菩提心 那么《华严经》等很多经典里面 不应该用金刚转世的比喻 应该用金刚转世的比喻来宣说 因为它可以恢复 世俗菩提心有恢复的 深意菩提心不可能有退市的 也不可能有恢复的这种机会 所以说它这里 不应该用深意菩提心 而且这里应该是世俗菩提心 世俗菩提心的理由 在《学集论》里面有大量的教证和理证 我们凡夫人的相续当中 可以生起世俗菩提心 可以生起的理由 用了大量的教证和理证 所以我们在座的人 当然有些菩萨肯定有的 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 肯定有的 但我们一般从凡夫的眼光来看 谁是菩萨也是看不清楚 不管怎么样 如果是凡夫 我们相续当中 只要流离 肯定生起菩提心 这次《入菩萨行论》 从头到尾全部围绕菩提心 如果有些精进的 对大乘有一定的信心 而且自己的佛心 要树心过来 有些什么 佛心根本没有树心过来 一直抓住世间法的 那这些人可能 你不要说是《入菩萨行论》 再好的论典 听了多少遍的话 不一定 因为你对这个轮回 你对世间特别的执著 永远都是可能 发不起来菩提心的 这种人 我们也没办法救了 但是真正对大乘佛法 生起一种信心 他的忠心已经成熟了 就像我们现在 唇叶暗软的时候 好像你灌开水 好多花 逐渐逐渐已经成熟了 像这样的有些人 如果你没有灌开水 没有给你讲经说法 你的忠心还不能 如果你有了因缘的时候 你的忠心 马上已经成熟了 在这种人面前 我们宣讲《入菩萨行论》 我想应该生起世俗的菩提心 当你生起世俗菩提心以后 做什么样的善事呢 确实是好办了 这个目标已经搞清楚了 从此以后 就已经非常容易了 尤其是我们汉传佛教当中 的确我有时候 也不客气地说的话 就是真正有系统的 这样的有没有 你们自己也可以看得出来 很多宗派当中 几乎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我们这次应该是 按照寂天菩萨的 这种有系统的 有次第的 这样来学习的话 相信很多人的相续当中 还是会生起真正的菩提心 这个对我们来讲 是真正的如意宝了 跟如意宝没有任何差别 为什么这样呢 虽然他是凡夫人 但是为什么他相续当中 可以这样菩提心呢 我们以前《入中论》的 知识当中也引用过 以前印度很多人 不会顶礼 他月亮作为天尊的很多人 他不会十五的月亮面前顶礼 他在初一的月亮面前顶礼 同样的道理 对佛菩萨不一定要顶礼 应该最开始的时候 生起菩提心的这个人非常了不起 佛陀说 应该在他面前顶礼 所以我们相续当中 如果生起了菩提心 那么我们是新的菩萨 应该是对我们顶礼 别人对我顶礼 你不用说一礼一礼 或者不要顶礼 不要顶礼 不用这么说 你好好顶礼 我现在是菩萨了 你看我今天 刚刚生起菩提心了 那这个菩提心是很新鲜的 你们顶礼功德很大的 可以这样说吧 佛陀在《家世清闻经》和《海报纸经》 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比如说转能王的儿子 生下来了以后 虽然他还不能 做国王的事业 但是附近的各个 一些小国的人也好 大臣也好 其他的民众 都像国王那样对他顶礼 为什么对他顶礼呢 因为他已经生于国王的中心 而且将将出生在这个世间 他出生在这个世间 所有国家的人们 向他顶礼也可以的 本来这个小孩 他肯定不能 做国王的一切事情 现在还没有上王位 上王位相当于 第一地菩萨那样 第一地菩萨的时候 真正你继承了王位 但是现在已经 降生下来以后 婴儿所有国家的人们 对他也是可以恭敬 同样的道理 我们相续当中 生起了菩提心 现在还不能直接利益众生 你看我身体变成什么无数的 或者一百个身体来利益一百个众生 一刹那间利益一百个众生 这些都是不能的 但是我已经真正能降生在国王的 或者如来的家族当中 所以我们对他顶礼 也是非常合理的 这个道理应该下面也有 所以他这里是这样讲的 那么这样的菩提心 不管是在什么样众生的相续当中产生 都应该值得顶礼 以前佛陀在《毗奈耶经》当中 也是这样说的 应该顶礼出生的菩提心的菩萨 刚刚生起菩提心的菩萨 甚至这种菩提心 在旁生的相续当中生起 我们也值得顶礼 比如说我们 如果真的有他心通的人 看见一头牦牛 他的相续当中有菩提心 或者他是菩萨的化身的话 我们马上向牦牛顶礼 就是向牦牛顶礼 应该是可以的 因为他是真正的菩萨 这个菩提心 在谁的相续当中有的话 都值得顶礼 所以我们以前也是讲过 一般噶当派的 有些教言里面这样说 相续当中有一个菩提心 那么这个人住在哪一个地区 这个地区都变成了吉祥 整个地区的供养处 哪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也成为国土庄严 有时候真的 我们这样想 像法王如意宝那样 应该说是公认的 没有任何争论的 我们自己也是 从不管哪方面来观察 一定是生起菩提心的菩萨 虽然他老人家有时候 谦虚的语言经常说得很多 那不管怎么样 哪怕是这样的菩萨 住世一天 对众生见闻接触 什么样忆念他 对众生有非常大的利益 所以菩萨跟凡夫 完全是不相同的 如果一个凡夫人给你摸钉 可能是没有什么 摸钉也可以 摸其他的也可以 没有什么的了 但是你如果菩萨 完全是不相同了 菩萨见闻接触 凡是众生结缘都得到利益 所以我们应该 想尽一切办法 因为我们出家人也好 在家人也好 我们可能身边还有很多的人 我们对很多人也想 依靠佛法来帮助他们 但是自喜相续当中 不要说深意菩提心 连一个四处菩提心都没有的话 口头上说也确实是帮助不了 如果我们真正自身 并不是口头上讲 口头上谁都会讲 口头上讲没有什么用的 真正从内心当中 自己生起菩提心 别人也是想一切办法 别人也从内心当中生起菩提心 那不管怎么样 别人诽谤你也好 别人说你也好 但实际上我们直接或见解 会利益众生的 利益众生就是 我们最大的目标 所以这些问题上 大家应该值得 深深地思维 菩提心的重要性 应该每一个人要了解 在轮回的脑月中 被业余烦恼 精进受复的苦难众生 如果能生起菩提心 那么瞬间就从此以后 也就是说 从此以后 名称上可以堪称为 一切如来之事 从意义上来说 也成为人天世间的一礼处 好 今天讲到这里了